词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林毅 我毕业自时大深科系 那什么 按下来讲呢 OK 没错 那今天呢 就要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我的两个故事 首先是第一个故事 请帮我放一个影片 一分钟的影片 那你了解我在做些什么 没有东西 下次谁把影片内牵的吗 下次把怎么样 影片内牵吗 那我怕簽了都跑不出來 因為你們會拉到桌面 所以我才沒有那一簽 Sorry sorry 怎麼剛看到那幕有點誇張 對 那第一件事情是我從大學的時候 我現在畢業了 我沒有念研究所 如果我有念的話是碩二的年紀 那我沒有念研究所 那我就是在從大學開始做這件事情 我沒有念研究所 如果念的時候年紀是碩二 嗯 對 不要再玩了 妳知道海邊很髒嗎 蛤 天啊 太髒了吧 妳不覺得妳應該做點事嗎 啊 但是我只會吃飯睡覺跟POFB耶 欸 POFB 對 對 對 好 那剛剛看到我的影片 那這個影片呢 就是在講我做的事情 什麼意思呢 我從大學的時候呢 就是跟大根 可能跟所有人一樣 就是一個大學生 然後呢 在我發現 原來海邊有這麼慘不忍睹的狀態 狀況之後呢 我就決定好 那我要來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去走訪了我們的海岸 這邊是北海岸 狀況不是很好 那我後來呢 還去了像是藍玉這種地方 我發現狀況也非常非常的不好 而也有許多的生物 就像你看到的這個樣子 於是我就透過網路的力量 然後呢 透過FB就號召各式各樣的人來淨灘 我發起了一個團隊 叫做寶島淨香團 那從我大四的時候 從2012年的4月我們開始做 就是到今年已經第三年 要邁入第三年了 那我們一直在進行淨灘這件事情 然後3月29號的話 我們也會繼續去淨灘 如果你對環保 或者是你也想要對環境 盡一份心力 歡迎你今天上FB搜尋寶島淨香團 看看我們的粉絲團 然後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你給我們一個讚的支持 所有的訊息我們都會PO在上面 那我們是3月12號 也就是下禮拜二 會開始宣傳最新一次的淨灘活動 那淨灘這個領域 就是環保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也為了這件事情 付出了非常多的時間跟心力 那我也非常希望 大家在這邊去看看 去關心我們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那如果你願意行動的話 也請你來 請你來 請你來 請你行動支持我們 不要就是在那邊只有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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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我要繼續講什麼呢 我要繼續講的就是說 我做了淨灘這件事情之後 我身邊也發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意外 非常非常多人願意支持我們 肯定我們 像是什麼呢 像是我1月26號的時候 收到了一封E-mail 他說什麼呢 他說 就目前計畫及評估103年度 邀請您為我們代言的可能性 我什麼東西代言 嚇死人 代言什麼 了解了一下 發現他是行政院環保署 哇 所以行政院環保署找我代言 然後我就非常擔心 因為大家剛剛看過我的影片 我有點激烈 就是比較誇張一點 然後我就說 那這樣子OK嗎 會不會太嗨之類 他說我們找另外一個代言人 是蔡阿嘎 我說什麼啊 太棒了吧 歐耶 絕對就是各式各樣的機會 總是在附近 只要大家要各式行動 抓住那個機會 真的是不簡單 而後來呢 在2013年的12月呢 我慕名露群的遠見雜誌的 100個平民英雄 就是選了100個 然後我就上雜誌 嗯 好70 編號70結束 我就以為結束了 殊不知是在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我就收到了一封信 上面說 邀請林小姐去總統府 跟馬總統誤談 我說什麼 幹嘛跟他誤談 他就說 你入選了遠見雜誌 然後我們有100位平民英雄 我們分了10個領域 你是青年領袖 這個領域的代表 我說我是代表 他說誰 所以去總統府誤談 我說什麼 所以我就去了 我就跟馬英九握手 Yes 沒錯 馬英九跟我握手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沒事 我活得好好的 我去玩LINE的抽獎 來抽中文追大獎 那馬英九呢 就是 被捉謀沒錯 我也非常擔心他 希望國泰民安普天同盡 謝謝 尤零真好新秀同行 那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故事 重點不是馬英九 重點不是這些東西 重點是真的希望大家可以 跟我一起為環境進一份行李 3月29號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來一起敬壇 謝謝大家 任何活動的資訊 都歡迎你今天上Facebook搜尋寶島靜商團 看看我們在做什麼 謝謝 這第一個故事 關於我的第二個故事 是一個關於職業的故事 因為我是念師大生物系的 所以呢我大學畢業之後呢 就瞬間當個老師 沒錯 當個老師 我教了第一間學校在成功高中 那成功高中 然後後來又教了中山女高 嗯? 跳不出來中山女高 好 那在這兩年學校交過之後呢 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 在做老師這件事情 一直當到2013年6月 後來我去了蘭嶼高中 離島蘭嶼 達物足飛魚就是那個蘭嶼 去那邊當老師在蘭嶼高中 但我後來發現呢 如果我當老師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像這張照片寫的 22歲是老師 一直到62歲都是老師 可能我都是老師 那我覺得就是我 就是現在的世界 就是現在我還年輕 我可以想要做一點更不一樣的事情 我想要走出來 我想要多看看這個世界 於是呢我決定 好那我就要走出我的主事圈 我想要做一點更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我就陷入了低潮 因為我從六月從蘭嶼回來之後 不知道要做什麼 人的陷入低潮 不知道要幹嘛 迷惘 崩潰 之類的 在家裡 我爸在那邊說你快點找工作 我說我不知道做什麼 等我一下 我說你快嫁人 我說你又不是說嫁就嫁人掉 各式各樣 但是後來呢 在我近家心來 真的想想自己 喜歡什麼熱愛什麼 真的想要做些什麼事情了之後 我發現我覺得 我現在呢就是 比如說我做了什麼事情 常常辦快傘活動 這是一個文化部的一個 就是快傘活動 一個文化部的 駐台灣生日快樂的活動 然後呢 他就是要跟標語還有景點拍照 我就覺得 就是要搞成這樣才霸氣啊 所以我就號召了各式各樣的人 然後在各個景點舉牌拍照 那這是我辦的快傘活動 已經辦了三年了 殊不知我就一直辦快傘活動 一直到最近就有人跟我說 欸林莉小姐 我們是那個什麼 汽機車展的那個 工作同仁 不是不是代言 他說可以請你們 在我們汽機車展 辦一個快傘活動嗎 我說好啊 大家好 所以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接 就是這種神奇的case 幫人家辦快傘活動 以及什麼呢 以及呢 這也是快傘活動 就是躺在馬路上等等之類的 就是如果就公司或商業的角度 可能是蠻棒的行銷手法 那以及呢 我常常有事沒事 不是有事沒事 有人邀請我的時候我就會去演講 然後就講講講講講 然後一直到最近就有人 有個公司打電話跟我說 林莉小姐 你要不要幫我們企業做簡報 我們希望在一個就是 譬如說很多人的場合 然後有20個簡報團體的時候 我們想要被大家記住 我說好啊 你敢找我就敢講 於是呢 我就最近就在接一些演講啊 或者是辦快傘活動等等的case 以及因為我後來就是 成驚嚇心裡 驚嚇心來想想之後呢 我覺得我現在想要成為的是一個 什麼呢 是一個這個先跳過好了 快時間不夠抱歉 是一個主持人 我現在想要做的是一個主持人 那很多人就問我說 你想要當怎麼樣的主持人 我說 我想要當用目風趣的主持人 他們說不是 我想要問你想要主持什麼 那主持有非常非常多的類型 我最想做的事情 是主持電視節目之類的東西 那因為我還沒有任何的 就並不多人賣等等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也要從累積經驗開始 所以如果你的公司 或是你有任何需要 歡迎找我 不會這麼激動好嗎 我就是需要 要做什麼時候就做什麼 要做什麼事就做什麼 那我願意嘗試任何工作 任何機會 只要你願意給我這個 我就一定把你做得好 那歡迎大家等一下 跟我要名片 然後跟我有任何聯絡 等於都歡迎 那如果你也想要 就是跟我保持聯絡的話 也歡迎等一下 就是加我FB 或者是寄信給我的 名片上面的 對不起 名片上面的email 然後跟我要履歷 如果你想要看一看的話 對 那我現在本人 我也在電視台 在大愛電視 做幕後工作 那我做企劃 那為什麼去大愛電視呢 因為它是一個 承攬制的企劃 它不是那種 一到五半到五點 它就是有case by case 那種 所以我覺得好 那就是去做 去做認識人 那就有機會 所以我現在也是在 為了我想要當一個 幽默風趣的主持人的 這條路上面在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